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渴望的不再是霸道总裁式的爱情 而是在感情里的尊重 体贴和温柔 影视剧本身就该与时俱进 符合当下男女的恋爱观 所以这一改动 猫猫觉得莫宝非宝 不愧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剧 它精准的把握到了观众现在喜欢的男主类型 温柔 尊重 细心 不再是狗血式的轰轰烈烈 更没有你爱我 我不爱你的单相思细嘛 以及令人尴尬的人工糖精 在一生一世中 你能感受到的是非常生活化的一面 虽然男主家庭有钱 背景雄厚 但是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不悬浮 没有动不动耍酷 没有高冷面摊 虽然是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大直男 在面对爱情时 所产生的那种反应 真的太好玩了 让人亲切 好像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 周生辰从主动提出求婚 再到确认关系恋爱 他对十一始终是有理有结 尊重对方的想法 在这世上 只有一个女人的意见值得采纳 那就是你 我们在一起的事实是不会变的 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换一种相处模式 他没有对十一直接说过什么年龄的情话 但这个年轻三十的成熟男人 却用最直接最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感情 或许他以为自己对十一求婚是因为他很特别 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感觉 却不知道 其实在他们相见的那一天 他就心动了 因为心动 他做了这一生最出格的事 就是求婚 求婚之后 两人的恋爱也是慢慢相处 并未直奔主题 周生辰在十一面前 常常觉得害羞紧张 他觉得自己不会哄女生开心 连牵手也是女方主动 这样的男人真的太可爱了 在爱情作为一个傻子 总会得到对方更多的宠爱 谁说周生辰真的傻呢 他只是不会算计 捧着一颗真心地上罢了 他们在相处中感受平淡爱情背后的真诚 十一和周生辰最打动人心的一点是 两个笨着结婚的人从不吝啬付出 相互关心 相互抛容 没有误会 真心聆听 因为爱 所以舍得付出 这也给大家很大的感悟 我们在爱情里 往往想要的太多 从而忽略了自己是否也付出了 少一点计较 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或许爱情这条路 并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坎坷 一直以来 大家鲜少看的像是 一生一世里这种先婚后爱 节奏不及不缓的爱情故事 每一个步骤都精畏分明 充满一日感 看似一时兴起 实则是深思熟虑 周生辰认定了一个人 就会直说到底 把自己所有的温柔都给她 并且在心里笃定 为一生一世和她在一起 对于吃惯了快菜爱情的我们来说 这种细水长流的爱情 无疑是动人的 客人总觉得 这个世界又美好了一点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种 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呢